各位内地的朋友,大家好 谢谢你们对俊瑶的关注 刚刚俊瑶就是在香港完成了这个区议会的选举 过去的几个月头 特别说是在上星期 像一个周末 我们的选举非常的激烈 内地的朋友也很多的 关注我们香港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就是 虽然就是在这个岗位上 就是下岗了 但是我为大众的服务的精神 心态仍然存在 过去就是从下一届的支持的人数来 来讲就是两千零二十多票 净快我就是高票 不可以当选连选 但是我仍然拿到两千六百 两千六百二十六票 这个也是对张明有一点就是 对我的支持姐来讲 她给我的支持是很大力 张明了就是 我过去四年的工作的长职 得到你们的认同 君尧就是也是很高兴 得到你们支持 我在姐就是跟我的对手 卢俊宇先生 我首先恭喜他 我希望就是 虽然您是一个政治的素人 但是如果在市区里头工作上 我们有合作的地方 我不在其位 但是仍然可以为大家服务 有需要的 我继续的愿意的跟路线上合作 今回来我们香港这个区域里头 有一个现象出现 就是泛民已经占有 总的四百五十二票 四百五十二个职会里头 三百八十八个职会 其实就是占了百分之八十 现在有有那么好的一个平台 那就充分的利用好 不要浪费这个机会 所以你们也有最基本的账任 就是向民众 为民众服务 同时我仍然是愿意 跟大家可以充行的合作 所以你们有你们的账任的同时 你不要忘记 你们为民服务的那个账任 谢谢